王明是一个公司的销售经理。上个月,他接到一个任务,需要去上海出差三天。 王明是一个公司的销售经理。上个月,他接到一个任务,需要去上海出差三天。 出发前一天,王明整理好行李,准备好所有需要的文件。他的妻子李方帮他检查了行李箱,确认没有遗漏重要的东西。 出发前一天,王明整理好行李,准备好所有需要的文件。他的妻子李方帮他检查了行李箱,确认没有遗漏重要的东西。 第一天,王明早早起床,乘坐高铁前往上海。到达后,他住进了公司为他预定的酒店。放下行李后,他立刻去见了一个重要的客户。客户对他们的产品很感兴趣,双方的谈话非常顺利。 第一天,王明早早起床,乘坐高铁前往上海。到达后,他住进了公司为他预定的酒店。 放下行李后,他立刻去见了一个重要的客户。客户对他们的产品很感兴趣,双方的谈话非常顺利。 第二天,王明参加了一个商业会议。在会议上,他结识了很多业内人士,还交换了联系方式。会议结束后,他和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吃了晚饭,大家聊得很开心。 第二天,王明参加了一个商业会议。在会议上,他结识了很多业内人士,还交换了联系方式。会议结束后,他和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吃了晚饭,大家聊得很开心。 第三天,王明去拜访了另一个客户。这个客户对公司的产品有很多问题,王明耐心地一一解答。最后,客户对王明的专业态度非常满意,决定与他们公司合作。 第二天,王明坐高铁回到了家。 他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送给李方和孩子们,大家都非常高兴。王明觉得,这次出差不仅让他在工作上有了进步,还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。 第二天,王明坐高铁回到了家。他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送给李方和孩子们,大家都非常高兴。 王明觉得,这次出差不仅让他在工作上有了进步,还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。 出差的最后一天晚上,王明回到了酒店,打电话给李方报告这几天的情况。 李方听后非常高兴,夸奖王明工作出色。 李方听后非常高兴,夸奖王明工作出色。 王明也很开心,因为这次出差不仅完成了任务,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 出差的最后一天晚上,王明回到了酒店,打电话给李方报告这几天的情况。 李方听后非常高兴,夸奖王明工作出色。 王明也很开心,因为这次出差不仅完成了任务,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 王明是一个公司的销售经理。 上个月,他接到一个任务,需要去上海出差三天。 出发前一天,王明整理好行李,准备好所有需要的文件。 他的妻子李方帮他检查了行李箱,确认没有遗漏重要的东西。 第一天,王明早早起床,乘坐高铁前往上海。 到达后,他住进了公司为他预定的酒店。 放下行李后,他立刻去见了一个重要的客户。 客户对他们的产品很感兴趣,双方的谈话非常顺利。 第二天,王明参加了一个商业会议。 在会议上,他结识了很多业内人士,还交换了联系方式。 会议结束后,他和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吃了晚饭,大家聊得很开心。 第三天,王明去拜访了另一个客户。 这个客户对公司的产品有很多问题,王明耐心地一一解答。 最后,客户对王明的专业态度非常满意,决定与他们公司合作。 出差的最后一天晚上,王明回到了酒店,打电话给李方报告这几天的情况。 李方听后非常高兴,夸奖王明工作出色。 王明也很开心,因为这次出差不仅完成了任务,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 第二天,王明坐高铁回到了家。 他带了一些上海的特产送给李方和孩子们,大家都非常高兴。 王明觉得,这次出差不仅让他在工作上有了进步,还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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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7